去年才涨过的鲜奶 10月份可能又再有一波涨幅了 受到国际原物料起涨的效应 落农的生产成本现在也跟着提高 农会就已经初步同意要调涨深入的收购价 从每公斤27.28元调涨到29.18元 这样一来势必会牵动到整个鲜奶的价格 涨幅至少8%到12% 算一算的话 等于你多喝一小杯就得多付3块钱 一整排的鲜奶不管原本多少钱 10月份可能要统统一起涨 怎么都在涨啊 所以没差了就行了 鲜奶要是涨价 我认为是可以从其他的食物去取代钙质 鲜奶可是还是要喝啊 购买吗 就看哪边比较便宜 先比价一下然后再买 明明去年才调涨过的鲜奶怎么又要涨 事实上这已经是这四年来 第三次调涨深入收购价 这次调服可能从每公斤27.28元 调涨到29.18元 势必会带动整个鲜奶价格 家中有小朋友的家长们可得头痛了 你喜欢喝鲜奶吗 喜欢 喜欢啊 你每天都要喝奶奶吗 每天喝一杯鲜奶 至少就得多付3块钱以上 涨这么多 全是因为原物料起涨 若农成本也跟着一起往上标 再部长苦的可是这些若农们